新北市政府开办黄金资收站 让做环保也可以换垃圾袋 引起许多民众的回响 在共辽区的人里里同样也设有黄金资收站 资收站成立四年多来 民众参与是越来越踊跃 里长吴胜福他表示 成立资收站最大的改变就是海岸线变干净了 以前常常都会看到瓶瓶罐罐 现在都被民众自己减食回收 也因此还给自己一片干净的海岸线了 每到周四的下午 共辽区人里里的集会场所 就会像这样挤满人潮 大家提着大包小包来到资收站 放上称重的机器 然后依照资收物的重量 民众可以换取垃圾专用袋 开办四年多的时间 越来越多的居民响应 我们里很多长辈都很配合 然后把垃圾分贝的很干净 尤其是我们的酒瓶 以往我们在海边都看得到酒瓶 现在都看不到了 而且我们每周 每一个月两次 每第二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 变成是里民的全民运动 然后他们也帮我们很大的忙 在街道上面看到垃圾 宝特瓶他们都捡了 然后来换垃圾袋 黄金自收站的回收项目十分多元 具凡如书宝电池或宝特瓶 宝利龙等等 甚至是家电都可以拿到自收站来回收 各类可以依重量兑换新北市专用垃圾袋 而里长将自收物的变卖所得 用于里内各项建设 活动及奖助学金 急难救助金等公务用途 能用回收物赚取里内的基金 也让里民再累再辛苦也甘之如頤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 慢慢慢慢能推广下去 看海边的漂流木能不能一起把它纳进来 这样子可以节省我们环保局的一些能力 然后增加那个里的干净程度 希望这个活动非常感谢环保局的帮忙 都是环保局这些清洁队员的帮忙 跟里民一起的合作 然后促成这个活动 当地里长表示 成立自收站后最大的改变 就是海边的瓶瓶罐罐变少了 民众自发性的在海边减食 然后再送到自收站回收 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自收工作也成为里内长者 另一项精神寄托 杰成为共聊采访报道